德云社的班主郭德纲曾经在台上说过这样一句话 说冤枉你的人比你自己都知道你有多冤枉 没想到这句话应验在了相声演员周伟身上 郭德纲又一次成为了预言家 这段时间以来想必大家都被周伟老师刷屏了 当然这次不是因为他创作了什么优秀的相声作品 而是因为他在网络上公开辱骂粉丝网友登上了热搜 因为在网络上辱骂网友周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对于他被盗号的说法网友似乎并不幸福 7月25号周伟再次发表道歉声明向网友们道歉 还晒出了自己被盗号的证据 周伟说自己因为平时有大量的直播和演出工作 需要频繁登录验证自己的个人账号 有的时候忘记了退出 所以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用自己的账号发表了大量的不好的言论 因为自己的疏忽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误会 特此引以为戒 此等情况坚决不会再犯 周伟还晒出了自己的登录记录 证明确实有人登录了自己的号 说了那些争议言论 这件事也算是彻底水落石出了 周伟也算是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说人设崩塌了也不过分 有句话说得好 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周伟就是把嘴说烂了 恐怕还是会有人不相信他的话 就像郭德纲老师说的 人家不关心你是不是受害者 就盯着你说的话 而且周伟在支援灾区上也付诸了实际行动 亲力亲为给灾区送去了矿泉水 食物等物资 不管周伟最后是发自真心支援灾区 还是为自己的过激言论买单 他确实为灾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得饶人处且饶人 不要揪住一个人的过错不放 要看他今后是怎样去付诸行动的 想必周伟现在应该能体会到郭德纲的心情了 被人造谣和冤枉是什么心情 他应该也体会到了 其实说实在的 以周伟的身份和地位 不可能跑到网上去说那些粗俗不堪的话 实在是没有理由 也正是因为如此 大家才会如此吃惊 这件事才会引起这么大的舆论关注 谣言止于智者 这句话谁都会说 可是真要做起来太难了 可能对于周伟这样的老一辈演员来说 没怎么接触过电子产品 对这些东西了解不多 才会闹出这次的乌龙事件来 咱们也相信周伟老师的人品和修养 但是从这件事上也能看得出来 明星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点点滴滴都不能马虎大意 否则后果是自己难以承受的 郭德纲老师说过的话 相声里的段子 这几年接连成了针 多听相声有好处 这句话还真是金玉良言呢 谢谢大家